Hello 大家好 朱昌道 今天下午駕車出去買點東西 順便經過塔石廣場 原來塔石藝墟今天開幕 原來文化局在2008年起已經搞了十幾年 吸引本地和外地的文創工作者 展銷他們的作品 即是展覽和銷售 雖然我是Youtuber 駕車邊算是半個文創工作者 不過文創的東西我不是識條鐵 而是識條毛 即是識皮毛 見到攤位都是本地的手作工作者 他們的作品有首飾、皮具 全部都是人手造 見見都是限量版 這檔幾特別 是首席的頭褲 看過女文青幾聚精媒神 這些就是氣質 散發出來 有幾檔是做手工陶瓷 喜歡杯杯碟碟的一定很high 因為健健也是獨一無二 品質相當不錯 有粉絲還即場來自拍和打卡 還有一檔是自己設計和製造的休閒時裝 吸引不少18、22圍著看 各位 大家不要問我設計師電話 自己看 有興趣才好問 不要亂來 其實有不少本地的外國群體都有參展 婆婆非常喜歡這些手工蕃茄 聞到味道很香 走得累 可以喝咖啡 吃雞蛋仔 真是男人的浪漫 不止是豆腐火腩飯 旁邊的檔還有手工曲棋 或者走到舞台那邊聽歌 由下週到晚上都會有本地歌手表演給大家看 和現場有仙女姐姐和大家拍美照 那趁虛的時間是何時呢? 4月21日至24日 即是今個星期日結束 由今天開始到星期日 下午5時到晚上10時 我自己的直播就是 今天5時到下午9時 星期六都可以看到 好 多謝你仙女姐姐 拜拜 拜拜 時間即是今個星期四至星期日 以及下星期四至星期日 連續兩個星期有8天的時間 就是這樣 最適合成城基基約女同學 或者朋友仔過來 或者一家大小來都OK 小朋友一定可以盡情放電了 好 這一集就看到了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記得訂閱 下次見 拜拜